新一乡丹大地区也就是卓学系沿线 仁和、地利、双龙、澹南四个部落 为了改善过去部落各自发展观光产业 现在四个部落的族人开始规划串联资源 互相合作 将部落以及丹大领导丰富的观光资源结合 提供游客多元的旅游行程 吸引观光人潮前来进行深度旅游 新一乡原住民部落 虽然有很好的天然观光资源 但欠缺整体性资源整合 部落族人也渐渐发现 观光发展因此受限 去年在取得林务局等公部门单位支持后 主持西县四个部落就开始整合 达成共识 整理观光生态联盟 对我们想说 由四个村的共同资源来组成一个 属于比较在地文化的布农组的 属于自己的游城 然后透过这个游城也是说 我们也是在做生态的环境 生态的保育这些 然后带动四个部落这样子 经过这些年来 在林务局的不断沟通协调下 位在中央沙漫的七彩湖 也可能在未来纳入卓水溪线旅游行程中 我们现在除了就在部落附近的这些 林道啦 瀑布啦 或者是文化面的部分以外 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七彩湖 这个非常漂亮 非常原始 也是我们主居地的这条路线 叫七彩湖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 生态旅游的一个路线 那现在已经在筹划中 虽然开放单大林道是足水溪 布农族人最大期待 但协会还是强调 开放观光必须以保育山林为前提 毕竟游客大量出入 就是对环境的破坏 也违背了族人发展生态观光的注重 能透过自己 自己能够对自己的环境 还有那个认知 然后最主要是 不要变成一个乱象 那大家都很喜欢往山去的话 那毕竟对环境的不友善 或者是环境的污染 或者是干扰到林道的那些动植物 那是我觉得那是破坏的 一加一大于一的想法 就是佐水溪县四部落 成立旅游联盟的目的 目前在石、主、交通 已有了初步规划 并且持续训练部落导览员 大家对于串联发展部落深度旅游 抱持乐观期待